親愛的弟兄,我是志誠 在這集錄音中,我要跟你繼續來分享 這門20章的第三節,醉的調整作用 我們昨天讀到的是第五段 那我們接著來看他的第六段 他說,身在神聖關係中的人 能在不神聖之境忍受多久? 答案是,應該一刻鐘都無法忍受 那麼隨著你學習寬恕越來越深 然後對於寬恕的結果 就是平安與幸福,體會的越來越多 其實你會發現你自己越來越難以去忍受 在小我裡面呆住的那種感覺 那麼你也會越快看到說 進入小我的思維裡面 就是把自己一直往一個懸崖邊上面去推 至少這件事情對你來說會看得更清楚 也更快看到 所以這個忍受力其實是會下降的 那麼他說,神聖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和自己一樣的神聖 就如小我所看到的世界也跟他自身是一樣的 那我想這個不必多講,是奇蹟課神不斷地在強調的東西 你給出去什麼?得回來的就會是什麼? 好,那下面第四句呢 他說他們不曾告訴世界它是什麼 也不曾調整世界來配合自己的指令 就是說把自己內在小我的那些知見投射到眼前這個世界來 然後在世界裡面去看到自己想看的那些東西 那真正寬恕的人他們只是低聲反問這個世界說 你究竟是什麼? 就是去問這個世界說真相究竟是什麼? 但是他並不是向著小我去問 而是向他內在的聖靈去問 他不是像小我一樣 一來就先自以為是的給出一個答案 一個判斷說這個人就是怎樣 這件事就是怎樣 他放下了所有那些判斷 也就是收回了投射 好,那這個時候怎麼樣呢? 他說附有守護之間聖物的聖靈就會挺身而出來為你作答 他會告訴你世界的真相是什麼? 弟兄的真相是什麼? 你的真相是什麼? 那麼他說絕對不要聽信世界根據他自己的判斷來告訴你我是什麼 好,這個是我們一般來說都在做的事情 那這個自己的判斷其實也就是小我的判斷 好,那下面第七段呢 第五句開始 這兩句很重要 他說不要向那個陌生的過客來請教我究竟是什麼 這個陌生的過客就是指小我 小我當然是一個過客嘛 他不會是你的家人 再怎麼樣都不會是 那麼他說整個宇宙就只有他不知道 整個宇宙就只有他不知道這個答案 但是他說你卻偏偏要向他請教 而且還要按照他的答案來調整你自己 包括你對你自己 你對你的弟兄 以及你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好,那下面第八段呢 第四句開始 他說你向這個虛有其表的瘋狂之物 就是小我 來請教自己這不神聖關係的意義 還遵照他神之不清的答覆來調整跟適應 那這個不神聖的關係就是小我的關係 那你會發現這個小我的關係呢 他所尋求的不外乎就三個字 特殊性 當然這個特殊性呢 他可以分成是特殊的愛 讓你去抓取去追求的那些 然後或者是特殊的恨 就讓你去攻擊去防衛的那些 對小我來說 跟人與人之間建立關係的意義 其實就是這一些了 然後我們不僅接受了小我的這個想法 的講法 然後呢我們還根據他的講法去調整自己 去改變自己 好 那不管是去攻擊啊 或者去防衛啊 或者去討好啊 等等等 我們會做很多事情 然後去尋求小我的那個目的 好 但是下面是重點來了 第五句 他可曾讓你變得更加幸福 也就是小我的這些判斷 還有他指使你去做的這些事情 你都照單全收了 但是 這麼做 到底能不能讓你變得更加幸福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他讓你把所有那些 世俗的是非 對錯 好壞都先放在一邊 道德倫理也先放在一邊 先問一問 他是否真的讓你體驗到幸福跟平安呢 好 就像在奇異課程裡面 我們最常拿來問自己的一句話就是 我要的到底是對還是幸福呢 那如果說你發現以前按著小我的邏輯去做事情 總是沒有辦法讓自己平安的話 那麼真的是要回過頭來仔細地沉澱 然後好好地想一想 然後去自我反思 甚至自我質疑說 這條路是不是真的是我要走的呢 好 包括我們還可以去想想 沉澱一下的是 我們以前分享過所謂愚蠢的定義 愚蠢就是怎麼樣呢 不斷地用同樣的方法去做一件事情 卻期待可以有不同的結果 好 那我們仔細反思看看我們以前 是不是常常處在一個愚蠢的境地呢 好 那下面的第九段呢 它其實是 就是講到的柏拉圖的洞穴之愚 譬喻的愚 那麼我會在實體課上面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柏拉圖的洞穴之愚 它的那個原文 柏拉圖的原文到底寫了一些什麼 好 那麼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能歡迎參與我們的實體課 假設你住在台灣中部的話 那麼如果不是的話 那麼你也可以參加我們的網路課 因為我們的網路課也會提供實體課的錄音 那在課上呢 我會很多的跟學員來互動 然後幫他們把其一個人這些很抽象的理論 最具體的落實到他們生命中的方方面面 然後來開解他們所遇到的每一個課題 好 那第九段呢 它說 近年累月活在沉重鎖鏈下的囚犯 哀厄受動 鬱陣乏力 他們的眼睛常年活在黑暗裡 好 因為這洞穴之愚嘛 就是在那個洞穴裡面的黑暗 那他已經記不得光明為何物了 好 那事實上在那個洞穴裡面 它是有一個類似蠟燭的那種燭火 那因為這個燭火呢 所以這些囚犯可以看到一些影子 在牆壁上面 這就是投射 那麼他們看到這些影子 就把他們當真的 以為這個就是真實世界 那麼他說呢 即使在釋放的那一刻 他們也不會歡欣鼓舞的 因為他們需要時間去體會自由的意義 好 那雖然提起課程常常說時間是不需要的 或者說時間是取決於你自己 就是那個我們正文的那個導演 有講到 時間是取決於你的決定 不過這邊講的是經驗法則 就是說一般來說 通常啦 通常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們其實都需要相當相當的一段時間 來體會它所謂自由的意義 或者說寬恕帶給我們的那個幸福 以及解放 其實驟然去面對寬恕帶給我們的這個結果 雖然說這個結果看起來是好的 但是我們的小我卻不能接受 然後會有相當的一段時間 我們其實甚至會感到很驚恐 因為這個小我的思維跟聖靈的思維 是完全180度的不同 那麼他說呢 你虛弱無力而在城市間摸索 即使找到了弟兄的手 仍然不知道應該放下 還是緊握那已忘已久的生命 那我們在學奇蹟的過程中 常常會這麼來來回回 有的時候會覺得很錯亂 因為我們要學習一個 跟過往完全不同的新的思維方式 那麼他說緊緊地握住弟兄的手吧 他一起眼睛仰望那堅強的夥伴 你真正的自由就在他內 就是在於什麼 在於去認出弟兄的實相是什麼 那麼他看起來好似被釘死在你身邊 因為在原本小我的思維裡面 你是把他跟你自己都一起釘在十字架上面 那麼他說 然而他的神聖本質完美依舊 就不管他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然後有多麼的不可理喻 他的神聖本質完美依舊 而看你要看的是 他的這具身體 這個個人 這個肉身 還是看他背後的那個 與你共聚的靈性本質 那麼他說他已來到你的身邊 你今天就能和他一起進入樂園 覺醒於上主的平安之中 好 那下面的話 第十段跟第十一段 我覺得不需要太多的說明 但是這個文字 你如果能夠深深地讀進去的話 會有一個很好的洗底的效果 那我們就把它當作一個簡短的祈禱 他說 這就是我對你和弟兄所懷的大願 為你們每一個人 也為你們彼此 更為了他自己 此地只有一個無窮無盡 結合為一的神聖生命 天堂是什麼 就是這一體無間的完美之境 不含一絲恐懼的陰影 在此 我們是一個生命 彼此溫柔相待 也會溫柔地對待自己 在此 任何使我們分裂的念頭 都不可能發生 如今始終困惑於分裂之境的你 終於在樂園重獲自由了 在此 我會與你 我的朋友 我的弟兄 以及我的自信結合 重歸一體 因著你給弟兄的禮物 使我更加肯定 我們神聖的合一已經不原了 與我們共享這一信心吧 你就會知道 你的信心也是如此天經地義 圓滿的愛中沒有恐懼 因為他不知道罪惡 因此他必會待人如己 只要你能懷著愛 往內看去 外面還有什麼好怕的 純潔無罪的人 必會看到生命的萬無一失 心靈潔淨的人 也會在聖子心中看見上主 並且等候著上主之子 引領他們回到天父那裡 除了他們決心所在之處 他們還會去哪裡 此刻你與弟兄 必會把其他人一起帶回天父那裡 正如上主必會把聖子 創造的永遠 神聖那般必然 你弟兄內的光明 就是上主 永遠許諾給你的不朽生命 只要你能看見他的無罪本性 恐懼便再也無法侵入你的心靈